長型格局30坪的空間 淡入沉穩的色調 這是一家思考的新居 但傳統所需要的神明廳和風水需求 以及長青族所要重視的動線問題 全都交給實用住宅改造達人建制喔 今天跟建制來到這個空間 我知道它室內實際坪數大概是25坪 那麼走的是比較沉穩內斂 又有一點現代的風格 據說屋主也是從幸福空間找到建制的 對 那屋主其實有長期在觀察我們的作品案例 那他看到我們很多電視節目所曝光的案例 都是他喜歡的 那這個案例他有特別提到說 他原來是住很大的房子 但是是舊房子 那這次換成新城屋 但坪數比較小 他希望他住到這裡面來的時候 他有很重要的就是神明座 還有他希望他有很多的那種收藏了流離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展示進來 那更重要的就是他希望還是要符合 這個室內空間還有風水的設計 喔我懂了 所以這位屋主呢 他的需求跟很多的觀眾朋友們的需求也是一致的 就是呢其實因為風水的考量 或者是因為信仰的考量 我家必須要有神明桌 但是神明桌通常跟整個居家風格的裝潢 是相當違和的 那怎麼樣呢做到整個融入在居家風格裡面 接下來就看建置幫我們好好的解說囉 我們從戶外陽台經過落體窗 來到這個室內的暗場裡面 我們來看到這個設計案例 在一進門這個入口處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柱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樑 那我們建議屋主 這個樑可以用一些木皮做格柵的方式 修飾起來 那修飾起來之後 有象徵這是一個玄關的空間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天花板格柵木皮的感覺 有效的把這個樑虛化掉 然後再來就是側邊把柱子也包起來 因為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結構性的柱子 它剛好有一個尖銳的轉角 對到沙發空間 所以我們建議屋主其實沒關係 把造型的部分包覆起來之後 這邊還收一個圓角的設計方式 然後連貫到整個電視牆的設計 這個電視牆我們是用小雕刻白色的石材 做比較牆面的設計方式 那下方還有整個擺櫃的部分 檯面的部分一樣是石材 那下方用木工來做 中間樓框的部分可以放屋主 放一個電視牆設備 然後旁邊兩側我們都搭配抽屜的收納 那這個石材特別把它連接到餐廳的空間 而且做一個L型的一個轉角 連接到餐廳的餐櫃的檯面 好這個地方我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下面是用木工座 但是這邊有一個深色的櫃子 這個深色的櫃子是用系統櫃來做 也就是這個地方就是系統櫃 結合木座的一種設計方式 那剛剛也有提到 這個檯面其實就是有餐廳 殘櫃的設計 所以兩邊我們都有遇到插座的位置 而後這個地方可能可以放咖啡機 或者是放比較小型的家電 那至於下面的部分呢 這邊是橫拉門的設計 因為這個位置是放不常用的東西 因為房子是長型格局 為了避免一進門 就看到許多的臥房入口 建置把私領域的門片 就用隱藏式的手法處理 來符合屋主對於風水的要求 在餐廳的對面呢 這邊就是神明桌的一個設計方式 這個神明桌呢 我們採深色的木皮 然後下方有做兩個抽盤的設計方式 因為它神明桌比較寬嘛 我們希望抽盤用兩個的設計方式 可以讓它的使用上比較便利 在側邊的部分呢 我們做整排的一個設計高貴 頂天立地的一種設計方式 那側邊多做了一個屏風 做這個屏風最主要是風水需求 因為我們發現神明桌的位置它的側邊 剛好面對客裕的門片 所以我們把客裕門片用隱藏門虛化掉之外 我們還是建議屋主 加一點這個屏風 那這個屏風旁邊還有倒斜角的設計 因為這樣這個感覺比較不會那麼尖銳 那屋主的時候它覺得 觸摸起來的質感是非常好使用 好清潔的 接著帶領大家來到私領域主臥室的空間 這裡是一個暗門 推開這個暗門之後呢 就是主臥室的 這個暗門的設計 其實跟我們玄關的目筆是連接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發現呢 從外面一進來 進到客廳的時候會看到主臥室 為了顧及隱藏性 建議屋主這個地方 一定要用暗門的設計 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進來主臥室 我們看到有一個橫拉門 它的門片跟主臥室的門片造型一樣 打開之後裡面就是一個更衣室 裡面有雙排的衣� 收納是非常足夠的 那再來跟著進來這邊就是睡眠的區域 在床的後方呢 我們做一個造型 想連接拉門把主臥的門片把它修飾掉 在側邊還做木座設計 而且側邊可以做下線 可以放一些棉被 那上方還有一根梁 我們建議屋主 做一個木皮倒掉的設計 然後側邊用燈光的方式 來做修飾 讓空間有增加一些照明的氛圍 看完主臥室的空間 我們來看其他兩個客房 其中一個客房呢 它的床位的後面 有一個窗戶 我們建議屋主 在窗戶的下面做一個半高的櫃子 然後上方做橫向的拉門 把這個窗戶修飾掉 那側邊呢 搭配系統櫃的收納 那另外一間客房呢 空間更小 我們建議屋主做床下架高的設計 下方整排的抽屜的收納 至於床的後方有一根梁 我們建議它做上吊� 以及下櫃的設計方式 中間搭配奶茶色的跳色方式 讓空間更有活潑感 那麼我知道呢 其實也有很多的小巧思 在我們現在看得到的地方 例如呢 這個地瓶的填縫 你也特別做了處理 好 因為原來建商喔 它的尺寸縫其實蠻髒的 那屋主看到這樣 他覺得心裡不開心 所以我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們先請師傅把這個 尺寸縫的水泥把它刮掉 刮掉喔 鋸掉的時候 注意到這個鋸片 要其實蠻薄的喔 然後鋸掉之後呢 我們再做填縫的處理 那當然這個填縫的施工 要特別小心的就是說 你兩邊都要做防護 然後防護好了之後 這個填縫器 再把它填到裡面 那這個填縫器本身是一種樹脂 那我們常會講 Epoche這樣的一個材質 那填進去之後呢 它會硬掉乾掉 那就變成很漂亮的一個磁鑽面了 那再來呢 還有房間 主臥室的部分 在照明也特別做了處理 對 其實在主臥室它空間雖然不大 但是我們在照明的設計方式 有很多種程式的安排 最重要就是這一次我們用了一種 遙控式的情境氛圍的照明 這個方式就是說 屋主它躺在床上 透過一個小巧克力的遙控器 它只要稍微的調節一下 它的光線可以調白光 可以調黃光 甚至可以調明跟暗 對 所以呢每次訪問建築 我都覺得它就是暖男 它有很多很實用的小巧思 在它的設計裡面 所以呢你入住在裡面 你就覺得非常的好用 而且又非常的美觀喔 想欣賞更多周建志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